大家都说此生币驾318一路向西去拉萨 318国道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景观大道 整条路线全是风景 而且大多数景点都是免费的 同时318国道是一条不挑车的公路 只要你的车一切正常 完全不必担心能不能走 你是否知道怎样走才能最舒服最好玩呢 这份时间的最详细的自驾线路攻略 可以为你提供参考线路 让你轻松游览美景 不用担心高反 而且每天住宿的地方 加油住宿和吃饭都很方便 点赞收藏 我们即刻出发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成都集合 一起出发吧 我们从成都出发 前往康定 全程约280公里 首先我们会走高速公路到达卢定 欣赏气势磅礴的卢定桥 和脚下湍急的大渡河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带着孩子 了解红军英勇抗战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情歌之城康定 观赏哲多河的湍急 听一听康定的情歌 这里非常适合我们落脚 海拔只有2400米 我们从康定出发 前往雅江 全程约220公里 现在大多数车辆都选择走434省道 沿途的草原风光 让人驻足留恋 我们会前往墨石公园 路边就能眺望莲花一般的雅拉雪山 继续往前是摄影师的天堂新都桥 沿线10公里的景色 如同油画一般 今晚我们会在雅江县落脚 海拔2350米 我们从雅江出发 前往香格里拉镇 全程约355公里 我们会经过天路18弯 到达天空之城里唐县 很多人是因为丁真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 而后我们会一路向南途径土耳山 海子山 晚上到达香格里拉镇 请注意 这里的香格里拉 指的是道成县的香格里拉镇 而不是云南的香格里拉 我们将从香格里拉镇出发 行车约6公里 进入道成亚丁景区游览 整天的时间充足 我们建议走道成亚丁的长线 游览冲谷草垫 洛容牛场 五色海 牛奶海等景点 亚丁的三座神山 也是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一 游览结束后 我们还是住在香格里拉镇 第五天 我们将从香格里拉镇出发 前往巴塘 全程约374公里 途中我们会穿越茅亚大草原 六七月时 草原上百花争叶 经过海子山后 我们会来到紫妹湖 这是高原上的一颗蓝宝石 然后进入巴塘县 巴塘县的海拔为2580米 非常适合我们落脚 第六天 我们从巴塘县出发 前往如美镇 全程约148公里 今天的行程比较轻松 所以可以睡个懒觉再出发 离开巴塘厚 穿过金沙江大桥 我们就正式进入了西藏地区 这里是四川和西藏的交汇处 然后我们会到达如美镇 这里的海拔只有2650米 由于行程已经进行到第六天 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高原地区 如果觉得行程轻松 还可以前往左供县落脚 第七天 从左供出发至巴塑县250公里 突经川藏县上惊险的一座山 绝巴山 这里是横断山区的著名险断之一 30公里盘山路 近2000米的相对高差 使绝巴山成了川藏公路上 最难爬 最废实的一座山 中午时分抵达川藏县上 著名的怒江72拐 经过惊心动魄的怒江72拐后 一路下山来到英雄之桥 怒江大桥 川藏县号称天险 今日你能体会到 修建川藏县艰难险阻 晚上住巴塑县 海拔3280米 第八天从巴塑县出发 至波密县180公里 途经安九拉山 抵达任乌虎 污水清澈碧蓝 被称为天堂的眼泪 任乌虎往岔路口里走15公里 就到了来谷冰川 是西藏已知的面积 最大和最宽的冰川 这里的冰川 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 而后一路向西海拔 逐渐减低至2725米 波密县四周被雪山环绕 氧气十分充足 到了这里 你会发现西藏是个神奇的地方 晚上的住宿安排在波密县 第九天从波密出发 行程310公里 先穿过通麦特大桥 到达西藏小瑞士卢朗 这里的石锅基 绝对是不能错过的美味 下午翻越瑟吉拉山口 站在山顶上 可以远眺中国十大 最美山峰之首的 南加巴瓦峰 之后沿着泥洋河 前往索松村入住 这里的海拔是3000米 一时间从索松村出发 上午游览世界上 最大最深的峡谷雅鲁 藏部大峡谷 海拔落差近6000米 让人不禁感叹 大自然的神奇和壮丽 下午沿着林拉高速 到达盛城拉萨 先去酒店办理住宿 晚上来拍摄布达拉宫的夜景 绝对是令人难忘的体验 第二天早上 在巴阔街喝一杯阿雕奶茶 来一组街头旅拍 流浪在拉萨街头 我就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这里提供了 十天的自驾游行程攻略 希望可以帮助你 顺利畅游西藏 如果你不方便开车 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